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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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未免有些太浪费粮食了吧 哎 你不知道啊 这姐妹俩可都是菩萨心肠 她们不是经常撒米 而是每天早晨 一定都会撒一些米给鸟儿吃 因为她们担心鸟儿找不到食物 会挨饿受冻的 所以才会这样做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她俩可真是有颗慈悲心肠啊 那是我误会她们了 哇 今天市场怎么这么热闹啊 当然了 马上就要过节了 大家自然都要来采购一些丰盛的食物 买一些漂亮的布 做新衣的 我们也快去选吧 完了可就没有漂亮的布皮了 那里是卖什么的 怎么有些人围观呢 我们过去看看吧 现在正是进步的最好时候 而猴子那可是最好的进步食物 大家快来买啊 献啥新鲜的哦 哎 这只猴子也太小了 哼 会有多少肉啊 大猴子已经被人买走了 现在只剩下这只小猴子了 你再不买的话 这只小猴子也会被人家买走的 你们看 他还在哭呢 这只小猴子就像个小孩似的 怎么下得了手去宰杀呢 我说过嘛 我负责宰杀 刚才那只大猴子不就是我杀的 你买回去只需要放进锅里 煮熟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的 猴肉也非常好吃的 真是的 你的心也太狠了吧 这应该是一对母子 你当着孩子的面将他的母亲杀死 真是太残忍了 你看 这只小猴子给吓成什么样了 你不买猴子就别说闲话 你买下他的话 我现在就把他宰了 一只死猴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 作孽呀 真是作孽呀 你这只小猴子要卖多少钱呢 你要的话算你便宜点 一千元就好了 这么一只小猴子 哪里值这么多钱啊 要知道捉一只猴子有多难 更何况还是一只活的 献杀的猴子可比死猴子新鲜 不但口感好 而且滋补效果 也是死了多天的猴子没法比的 啊 你说的也有道理 姐姐 这只小猴子实在太可怜了 不如我们将它买下来吧 是啊 我们要救救它 不过买下它的话 我们可就没有钱买布匹做新衣服了 姐姐 我不要新衣服了 我们买下这只小猴子放生吧 嗯 老板 这只猴子我们要买了 哎呀 这位小姐 我正准备掏钱买它呢 你怎么突然跟我抢啊 不行不行 总有个先来后到 这只小猴子 我先要买的 您把这只猴子让给我们吧 我们是要将它买回去放生的 啊 买回去放生 老兄 你就让给这位小姐吧 老人家都说放神积功德 你就让给它吧 你这样做也是积功德啊 你还是把猴子让给这位小姐吧 成全她行善放生的心愿吧 哎 算了算了 那这猴子 我不要了 好了 现在也只有卖给你了 小猴子 你不要害怕了 你得救了 小猴子 你先跟我们回家 等你身体的伤好了以后 我们就把你放回到山林里面去 哎呀 他好像真的能听懂你们的话 当然了 世上万物都是有灵性的 这只猴子看起来也是非常聪明的 这只猴子现在是我们的了 麻烦你将它身上的绳子解开吧 啊 松开绳子它可就会跑掉了 是啊 要想放生也要将它带到山林里放啊 你怎么能在这里就将它放了 小猴子 你前世不休 动入畜生道 畜生是难免流血惨死的 我救你的目的就是要你离苦得乐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归一三宝吗 好了 你将它的绳子松开吧 我相信它是不会跑掉的 猎人半信半疑地将捆绑在猴子身上的绳子解开 那只猴子果真没有逃跑 而是跟着阿珍 阿珠姐妹俩一起离开了市场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要知道野生的猴子很凶猛 又强又恶 得用麻绳 铁链才能将其束缚住 可现在它竟然在毫无束缚的情况下主动跟着那俩姐妹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或许那小姐说的没错 万物都有灵性 这只猴子知道这两位小姐救了它的命 所以才会老老实实地跟着它们走吧 姐妹俩将小猴子带回家后 便找来药为其治疗身上的伤 那只猴子非常乖巧 而且善于魔法 当姐妹俩潜心拜佛的时候 那只猴子竟然也有模有样地跟着学 姐姐 你快看啊 小猴子竟然也在拜佛呢 小猴子 莫非你真的也想皈依三宝 姐姐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将它带到师父那里吧 让师父为它皈依三宝 嗯 明天我们就带它去师父那里 这就是你们买回来的那只小猴子 是的 师父 他好像真的想要学佛 师父 这个小猴子拜佛的样子可虔诚了 好吧 那我就让它皈依三宝 小猴子 你以后的名字就叫悟空好了 悟空 以后你就跟着我住在这里吧 如果你想回到山林 那随时就可以走 这个猴子真是有灵性啊 我看它可以帮助我们照顾佛堂后面的那片果园了 就这样 这只猴子皈依了三宝 它不愿回到深山里去 每天早晚课的时候 都是跟着五体投地地拜佛 人们念佛的时候 它口中一难难有词 不断地佛 佛 佛地随着念 做完早晚课时 它必定到果子园去 爬上最高一棵树上 眺望远方 看看是否有人来偷果子 师父 今年果园里的果子比往年多好多啊 是啊 而且今年果子长得也很好 你们看 它们长得又大又红 哈哈 这可都是悟空的功劳 悟空 这和悟空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不知道啊 平时悟空没事做的时候 便会来这里看守着果园 自从他来到这里 就没有人敢来偷果子了 真是不可思议啊 悟空不但自己不偷吃这些果子 反倒还会抓偷果子的贼 真是太神奇了 哎呀 是谁在佛堂里敲打法器啊 不会是悟空吧 悟空 不要胡闹了 你快下来 悟空 你快下来 你竟然坐在了佛桌上 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 悟空 现在罚你跪箱 因为你坐在佛桌上对佛无礼 所以必须向佛忏悔 以后不可再坐在佛桌上乱敲打法器了 等这只箱烧完 你才可以起来 悟空竟然这么听话 他真的会在这里跪箱吗 当然了 虽然悟空身上还存有一些野性 但是佛性已经开始在他内心慢慢显露出来了 好了 就让他自己在这里反省好了 我们继续去摘果子吧 就在师父他们三人离开不久 有两个邻村的孩子走进了佛堂 他俩一眼看到了正在跪箱的悟空 哎呀 你看这不是果园里的那只猴子吗 对哦 是他耶 这只猴子真是可恶 上次我们去园子里摘果子的时候 差点被他抓烧 我看我们还是离他远一点吧 离他远一点 为什么 今天正好让我们教训他一顿 看他还敢不敢抓我们的 可恶的猴子 今天我让你好看 嘿 嘿 看你之后还敢不敢抓我们 哎呀 这只猴子今天是怎么了 挨打了竟然都没有跑 是啊 他这是在做什么呢 是拜佛吗 我看今天我们就饶了他吧 饶了他 没那么容易 上次他把我的衣服都抓破了 今天我可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才可以消消我的气的 嘿 你这个猴子竟然不怕我 好 看我给你点颜色瞧瞧 你没想干什么 怎么可以一直欺负悟空呢 不好 师父回来了 我们快走 啊 悟空 你怎么样了 他们打你 你为什么不躲啊 悟空 香还没烧完 你不能起来是吧 悟空真是一只有佛性的猴子啊 天地万物本具佛性 小猴子前世随意识迷昧 造业犯错堕入触道 但善姻缘成熟之时 他也会懂得忏悔改过 弥补前千的啊 静止的望山猴 在山林中生活了一群猴子 他们分工明确 互相合作 只有这样才能在山林里 顺利地生存下去 这座山真的有猴子吗 怎么到目前为止 我都还没有看到呢 放心的 很多村民都在这座山 看到过一大群猴子 我们今天先来探探路 然后再想办法将它们一网打尽 要想带住一大群猴子可不容易啊 而且这次客户还是要活的呢 我们这次的客户是私人动物园 他们要的当然是活的 而且最好还是一个相同种群的猴子 这样在动物园里 他们才不会互相打架的 那我们该怎么样才能将那一群猴子 捕抓住呢 我们今天来 就是要先实地考察一下 再来想想办法 如何将它们一网打尽呢 是啊 目前我们对这群猴子还不了解 所以要先花一些时间 来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 这样才容易抓到的 在山林深处 猎人们很快便发现了猴群 但它们此次的目的 只是观察这群猴子 并不是要抓它们的 哇 这群猴子数量可真不少啊 是啊 如果能将它们全部抓到的话 那我们可就能大赚一笔了 一整年的生活费用都不用筹的 要想抓住它们 谈何容易呀 你们有没有看到 在那棵最高的树顶上的那只猴子了吗 我有看到了 但那只猴子是在做什么呢 那是望山猴也叫少猴 每次猴群进食活动的时候 它便会站在最高处进行警戒 一旦发现危险 它便会发出警报 通知猴群赶快逃离的 通常猴群里的望山猴 都是非常警觉和静止的 因为它决定着同伴们的生死 所以必须要特别小心翼翼 观察四周状况 若有风吹草动 就会快速告诉大家逃命躲避灾难的 哇 这么说 我们要想靠近猴群 真是非常困难啊 更别提将它们一网打尽了 是啊 用猎枪我们能够远距离猎杀它们 可是抓活猴子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啊 怎么回事 它们怎么突然一下子跑掉了 望山猴发现了危险 刚才是它发出来警报 怎么回事呢 难道它发现我们了吗 如果距离这么远 它还能发现我们 那这只望山猴 它是够警觉的 怎么可能 它距离我们那么远 如果这样 它都能发现我们的话 那我们 怎么可能抓得到它们呢 猴子才聪明 也斗不过我们猎人 好了 我们回去准备一下 过几天 我们就来抓猴子 你想到抓它们的办法了吗 嗯 是的 我们该怎么抓呢 你说说一下 不要掉我的胃口 我们要准备一些铁盘子 然后一龙一龙地抓 没错 我们一龙一龙地抓 绝对能将它们一网打尽 啊 这样就能抓到这群猴子 真是天方夜谭 算了 我就不多问了 到时候再看看你们如何抓 几天后 天下起了大雨 众猎人趁着下雨 来到了山林 猴群经常出现的地方 开始布置陷阱 我们为什么偏偏要选在下雨天 来布置陷阱啊 难道不能等到雨停了再来吗 那些猴子都精明着呢 如果让它们发现了我们 那要让它们进入陷阱 可就难了 是啊 我们可不能留下一点破绽 这样才可以将它们一举擒获的 雨渐渐的小了 几个陷阱也已经布置好了 猎人将一根根麻绳系到陷阱的开关上 然后拉着麻绳的另一端 躲进不远处的草丛里 一动也不动 另一猎人将一些玉米放在陷阱里 然后又将一些玉米粒 撒在了陷阱周围的地面上 完全布置好后 众猎人一起躲在草丛里 雨马上就要停了 雨停后 那群猴子便会出来找东西吃 我们可千万不能弄出一点声响 否则可就前功尽弃了 没多久 雨停了 那群猴子果然跑了出来 寻找食物 那只旺山猴又爬到了树顶 开始进行警戒 怎么样 有没有特别的情况 若是没有 我就要叫大家一起出来吃东西了 很安全 没问题 大家先不要行动 你发现什么了 前方的山林里 怎么多了几个山洞 真是奇怪啊 玉米 哪里有玉米 看来今天大家能饱餐一顿了 是啊 那里的玉米可真不少啊 希望不要是什么陷阱的 你说的对 我们要小心一点才行 这关系着大家的生命安全呢 你过去看看那里是否安全呢 小猴子听到命令后 跑了过去 他来到了山洞处 看到那些玉米后 显得非常兴奋 他四下看了看 觉着没有问题后 便跑进洞里吃了起来 草丛里 众猎人看到这一幕后 便都闭住了呼吸 不一会 小猴子又从陷阱里 跑了出来 没问题 那里很安全 而且 动物的玉米非常多 真是太棒了 伙伴们 我们就去饱餐一顿吧 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嗯 我们的安全都在你身上了 一定要多多留心 猴王 你放心吧 这里有我注意着 你们就放心的吃吧 陷阱处 众猴子来到了那里 他们一开始小心翼翼地 吃着洞外的玉米 后来 有几只胆大的猴子 钻进山洞里 偷吃起来里面的玉米 其余的猴子 渐渐地也开始钻进山洞 吃起了里面的玉米 草丛里 猎人开始慢慢收紧手中的麻绳 虽然声音非常细微 但还是引起望山猴的注意 树顶的望山猴 还躲什么啊 别说话 吓跑他们也是我们陷阱的一部分 啊 这是我们的抓猴子的方法之一吗 怎么样 发生什么事情呢 有发现什么危险吗 哦 好像没什么问题 刚刚是我太紧张了 嗯 好的 那我们就继续吃了 猴王招呼着众猴子 又一次来到了陷阱旁 开始吃起了里面的玉米 猎人看着众猴子 一支支地钻进了陷阱里 又开始缓缓地拉紧麻绳 地上的麻绳 像一条爬行的蛇一般 缓缓地爬着 望山猴又一次地听到了声响 他居高临下 双眼直直地盯住地面 突然 他看到了草地上 那根缓缓移动的绳子 望山猴大惊 又一次发出了尖锐的叫声 众猴子又一次 飞快地从陷阱里钻了出来 飞快地爬到了树上 不过这一次 他们并没有跑远 而是纷纷爬到树关上 观察着地面的情况 你又发现什么了 草地上有东西 我没办法判断 它是否能对我们构成危险 为了以防万一 所以我就发出警报 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望山猴 你也太过小心了 我好不容易才抢到一根玉米 还没来得及吃一口 就被你吓回来了 就是吗 你就喜欢大惊小怪 你看 根本就没危险嘛 你不会看到我们在吃美食 你就心里有些不平衡吧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不准说这种话 望山猴为我们站岗 一直都是尽心尽责的 既然没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再过去了 你不要担心 我们会给你带食物回来的 猎人一次次地制造声响 让望山猴发出警戒的叫声 但是众猴子却一次次没有发现任何危险 他们渐渐开始对望山猴失去了信任 望山猴今天这是怎么了 一会发出警报 过没有多久 又发警报 他到底想做什么呢 可不是吗 他今天的确有些反常 太过敏感了 就是嘛 一次又一次的谎报 让我吃的都不尽兴 我也是 吃的一点都不开心 下次他再发警报 我说什么也不走了 对 我也不走了 草丛里猎人又一次缓缓地拉动手中的麻绳 望山猴听到响声后 一愣 他没有立刻发出警报 而是开始顺着地上的麻绳观察着 猎人看到众猴子都进了陷阱里 显得非常高兴 他加快了拉绳子的速度 望山猴一下子看到了晃动的草丛 草丛里猎人们正躲在里面收着绳子 望山猴大惊 于是急忙发出了一阵尖锐的叫声 望山猴子们又发警报了 不要管他 这次我一定要吃尽兴 我们不能大意 伙伴们 以防万一 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猴子们听到警报后的反应速度 远远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么迅速 就在这个时候 猎人快速将手中的绳子绷紧 所有的笼子入口被盖住了 怎么回事 不好 这是陷阱 这是灭临不知的陷阱 怎么办 我们出不去了 抓到了 抓到了 他这是在做什么呀 往山猴他知道 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根麻绳造成的 所以他想要咬断绳子 将自己的同伴救出来 你走吧 你已经尽力了 既然你的同伴自寻死路 那就怪不得你了 你竟然还不走 不走的话 那就要将你和同伴一起抓走 猎人们将这些观猴子的笼子 装进了卡车 然后准备离开这片山林 猎人们驾驶着车 缓缓地行驶在山林间的路上 望山猴在树梢上窜着 紧跟着猎人们的卡车 那只望山猴怎么一直跟着我们呀 难道他还想将自己的同伴救出来 他在因为自己 没有及时给同伴发出警告 而在内疚呢 望山猴 对你的部落来说 能做的你都做了 快回去吧 你已经尽力了 奇怪 这只望山猴怎么都还一直跟着我们啊 啊 你们看那只望山猴跌倒了 流了不少血 但还是一样追着我们的车呀 是啊 这只猴子 真的不愿意放弃救他们的同伴哦 好吧 看到这只猴子的不离不弃的精神 我也被感动了 那我们就放了他们 以达成望山猴的心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01-198-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成真护身员义工 工作时间 每月第四个星期日 工作内容 除草 打扫环境 恰寻电话 06-2716-616或 06-2716-612 06-2716-616或 06-2716-612 恰寻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2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瞻法医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適合防疫措施 Malaysia 梁君 挑大陆2段345号 345号连纸 345号连纸 410号连纸 410号连纸 610号连纸 670号连纸 570号连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